请继续收听莫言小说《风乳肥腿》 完全是扬文 不知是骂人还是抗议 哑巴举起脸刀 刀光闪闪 巴比特抬起胳膊 好像要遮挡那刀的寒光 巴比特 六姐从母亲身边跳起来 跌跌撞撞往前扑去 但只跑了几步便跌倒 她的左脚从右腿下伸出来 身体歪在烂泥里 鲁丽人大声发布命令 拦住孙不言 哑巴身后的赶死队员 拧住了她的胳膊 她暴躁地叫唤着 把扯着她胳膊的赶死队员 甩得像稻草人 鲁丽人跳过水沟 站在路边 高高地举起一只手招呼着 孙不言 注意俘虏正常 孙不言看到了鲁丽人 停止了挣扎 赶死队员放开她的胳膊 她把免刀缠到腰里 伸出铁钳般的手指 抓着巴比特的衣服 把她从俘虏裙里脱出来 一直脱到鲁丽人面前 巴比特对鲁丽人说阳文 鲁丽人简短地 也说了几句阳文 并把手掌往虚空里劈了几下 巴比特便安静了 六姐对着巴比特 伸出一只球员的手 深吟地呼唤着巴比特的名字 巴比特跳过水沟 把六姐拖起来 六姐的左腿像死了一样 巴比特抱着她的腰 吃力地提拔她 肮脏不堪的裙子 像皱巴巴的葱皮一样退上去 白里透清的腰臀 却像鰻鱼一样滑下来 她搂住了巴比特的脖子 巴比特架住她的夜窝 这对夫妻终于站起了 巴比特忧郁地揽眼睛 看到了母亲 于是她便驾着伤脚的六姐 艰难地移过来 她用中国话说 妈妈 她的嘴唇哆嗦着 几颗大肋珠子从眼窝里流出来 水沟里浪花翻腾 马牌掌推开压在她身上的 刺马支队士兵的尸首 宛若一只特大的蛤蟆 缓慢地爬上来 她的雨衣上沾着水 血 泥巴 像癞蛤蟆身上的斑点 双腿弯曲着 她站起来了 抖抖颤颤 既可怕又可怜 马虎看像个狗熊 仔细看像个英雄 她的一只眼珠被抠了出来 像一只闪着磁光的玻璃球 悬挂在鼻梁一侧 嘴里脱落了两颗门牙 铁的下巴上滴着血水 一个女兵背着药箱冲上来 扶住了前仰后合的马牌掌 上官队长 这里有重伤员 女兵喊叫着 她的单薄的身躯 被马牌掌沉重的身体 压得像一棵小柳树一样弯曲着 这时胖大的上官叛帝 带着两个抬单架的民夫 从大街上跑过来 一顶小小的军帽扣在她的头上 帽檐下的脸又宽又厚 只有她的从二刀毛中挑出来的耳朵 还没丧失上官家的清秀风格 她毫不迟疑地摘下了马牌掌的眼球 并随手扔到一边 那只眼球在土地上 撸撸转动着 最后定住 愁势地盯着我们 马牌掌从担架上折起身 指着母亲说 上官队长 告诉陆团长 就是 就是那个老婆子 打开了大门 上官叛帝 用纱布 缠住马牌掌的头 缠了一圈又一圈 一直缠得 他无法张嘴 上官叛帝 站在我们面前 含糊地叫了一声娘 母亲说 我不是你的娘 娘 我说过的 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 出水在看脚上泥 我看到了 我什么都看到了 娘 家里发生的一切 我都知道 娘你没亏待我的女儿 我会替你开脱的 哼 你不用替我开脱 我早就活够了 娘 我们把天下夺回来了 母亲仰望着 乱云奔腾的天空 嘻喃着 主啊 你睁开眼睛 看看吧 看看这个世界吧 上官叛帝走上前来 冷淡地摸了摸我的头 我嗅到他的手指上 有一股令人不快的药水味 他没有摸司马良的头 我猜想 司马良 绝不允许他摸他的头 他的小瘦牙斑的牙齿 错得咯咯下 如果他胆敢摸他的头 他一定会咬断他的手指 上官叛帝 脸上挂着嘲弄的笑容 对六姐说 哼 好样的 美帝国主义 正在向我们的敌人 提供飞机大炮 帮助我们的敌人屠杀解放区人民呢 六姐搂着巴比特 说道 五姐 放了我们吧 你们已经炸死了二姐 难道还要杀我们 这时 司马库 拖着上官召帝的尸首 从封墨房里 狂笑着走出来 刚才 他的士兵 如蜂涌涌出的时候 他竟然待在墨房里 没有动法 一向整洁漂亮 连每个扭扣都擦得放光的司马库 一夜之间改变了模样 他的脸像被雨水泡胀又晒干的斗笠 布满了白色的皱纹 眼睛暗淡无光 粗糙的大头上 竟然已是斑驳白发 他拖着流干了血的二姐 跪在母亲面前 母亲的嘴巴歪得更厉害了 他的下颌骨剧烈地抖动着 使他连一句完整的话 也说不出来 泪水迎出他的眼 他伸出手 摸了一下二姐的额头 他用手 拖着自己的下巴 困难地说 朝廷 我的喊 人 人 是你们自己选的 路 是你们自己走的 娘 管不了你们 也救不了你们 你们都 都听天由命吧 司马库放下二姐的尸首 迎着被十几个卫兵簇拥着 正在向风墨房这边走来的鲁力人走过去 这两个人在相距两步远的时候停住了脚 四肢眼睛对视 仿佛击剑斗刀 锋刃相碰 火花绷剑 几个回合斗霸 不分胜负 鲁力人 干笑三声 司马库 冷笑三声 鲁力人说 司马兄别来无恙了 距离司马兄 逐我出境 不过一年时间 想不到 同样的命运 落在了您的头上 司马库说 六月债 还得快 不过 鲁兄的利息 也算得太高了 对于尊夫人的不幸遇难 我鲁某也深感悲痛 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革命就好比割毒疮 总要伤害一些好皮肉 但我们并不能怕伤皮肉 就不割毒疮 这个道理 希望您能理解 行了 甭跟我这儿费拓了 给我个痛快的吧 哪能啊 我们可不想这么简单的 就除绝你 那就对不起了 我只好自己动手了 他从衣兜里 摸出一支精致的镀银小枪 拉了一下枪栓 他回头对母亲说 老岳母 我替您老人家 报仇了 他把枪举起 对准太阳穴 鲁力人大笑道 哈哈哈哈 终究是个懦夫 自杀吧 你这个可怜虫 司马库握枪的手 颤抖着 司马良大叫 爹 司马库回头看一眼 儿子握枪的手 慢慢的垂下来 他自我解嘲地笑笑 把手中的枪 扔向鲁力人说 接住 鲁力人接住枪 在手里颠颠说 这是女人的玩意儿 他轻蔑地把枪 扔给身后的人 然后跺着被水炮杖 沾着泥巴的破皮鞋说 其实啊 把枪一搅 我就无权处置你了 我们的上级机关 会为你选择一条道路 或者上天堂 或者下地狱 司马库摇摇头说 杜团座 你说的不对 天堂和地狱里 都没给我留席位 我的席位 在天堂和地狱之间 到头来啊 你会跟我一样 鲁力人对身边的人说 把他们押走 卫兵上来 用枪指着司马库和巴比特说 走 司马库招呼着巴比特 走吧 他们可以杀我一百次 但是绝不会动你一根毫毛 巴比特搀扶着六姐 走到司马库身边 鲁力人说 巴比特夫人可以留下 六姐说 鲁团长 鲁团长 看在我帮助母亲 抚养鲁胜利 您女儿的份上 您就成全我们夫妻吧 鲁力人 扶了扶 断腿的眼镜 对母亲说 你最好劝劝她 母亲坚决地摇摇头 蹲下 对我和司马良说 孩子 帮帮我吧 把她放到我背上 我和司马良 托起上官昭地的尸首 扶到母亲的背上 母亲背着二姐 赤着脚 走在回家泥泞的道路上 我和司马良一坐一右 用力往上拖着 上官昭地僵硬的大腿 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 听东方.com整理发布 最新章节 请登陆 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 听东方.com查询收听 蛟龙河洪水暴涨 坐在我家抗沿上 透过后窗 就能看到黄色的浊水 凭着堤坝滚滚东去 河堤上站着一群 八纵十七团的士兵 他们面对着河水 大声议论着什么 母亲在院子里 支着凹子烙饼 沙枣花帮她烧火 柴草返潮 火焰焦黄 黑烟稠蜜 阳光暧昧 司马良带着一身苦涩的 槐树味道进屋 槐树的味道 使我精神振奋 他说 他们要把我爹和六姨父六姨 押送到军区去 三姨父他们正在捆扎木筏 准备渡河 母亲在院子里说 两二 你带你小九和小姨到河堤上去 拦住他们 跟他们说 我要给他们送行 河水浑浊 水面上漂浮着庄稼杰杆 红薯藤蔓 湿处尸首 还有在水流中翻滚着的大树 被司马库烧断了三块桥石的蛟龙河 已经被洪水淹没 只有翻卷的巨流和震耳的喧哗 表示着它的存在 两岸河堤上的灌木 全被淹没 偶尔露出几根挑着绿叶的枝条 水面宽阔 成群的蓝灰色海鸥 追逐着浪花飞行 并不时从水中叼上来几条小鱼 对面的低岸 好像一条隐约的黑绳子 在远处耀眼的水波中跳跃 水面距离低岸的顶 只有几渣的距离 有的地方 黄色的水蛇挑逗着 舔着低顶 形成一些小小的水流 踪踪有声的流淌到地外的漫坡上 我们走上河堤时 哑巴孙不言 正挺着它那发达的生殖器 对着河水撒尿 它撒出的液体 像金色的酒浆 打在水面上 发出叮叮咚咚的响声 看到我们来了 它友好的笑笑 从裤兜里摸出一只 用子弹壳做成的哨子 吹出了一些婉转的鸟声 有画梅的低唱 有黄梨的浅银 有百灵的哀鸣 渺声迷人 它的生着几颗油猴的脸 柔和了血 它吹够了 甩甩哨子里的口水递给我 嘴里啊嗷一声 意思很明显 它想把哨子送给我 我往后退了一步 胆怯地看了它一眼 八姐退到司马良的身后 灰白的手指紧紧地抓住它的胳膊 我在心里默默地想着 你灰无免刀杀人时的嘴脸 我永远不会忘记恶魔 它又把手往前送了送 嘴里啊嗷啊嗷的 脸上显出激动不安的样子 我后退 它逼近 司马良在我身后悄悄说 小舅 不能要它的 哑巴吹哨 魔鬼必到 这是他去墓地里召唤鬼魂时使用的工具 孙步言继续恼怒地叫着 把那同哨子硬拍到我的手里 然后他便走到正在扎之木筏的人群那 不再理睬我 司马良把哨子从我手里挖过去 举起来 对着阳光仔细地望着 好像要从里边发现什么秘密 他说 小舅 我属猫 不在十二属相之列 什么鬼也治不了我 这哨子 我替你保存了 说完 他就把哨子放进自己的裤兜里 他只穿着一条长级膝盖的绿布裤头 裤头上有他自己用粗大的针脚缝上的很多裤兜 有明的 有暗的 布兜五颜六色 他的裤兜里装着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有能在月光下变换颜色的石头籽 有可以切开瓦块的小巨条 还有各式各样的杏弧 还有一对麻雀的脚爪 有两个青蛙的头盖骨 还有几颗牙齿 有他自己脱落的 八截脱落的 有我脱落的 我脱落的牙齿都被母亲站在院子里抛到房后边 但全被他捡了回来 八截脱落的 被他自己扔在窗台上 也被他捡了回来 要在我家房后那片乱草丛生 布满狗屎的空地上找到一颗铜牙 该是多么不易呀 但司马良告诉我 如果你存心要找一件东西 它自己就会跳出来的 现在 他的收藏里又增加了一个魔鬼哨 他藏匿在司马良的裤头里 无影无踪 我穿着一双木头鞋 居母亲说 这是马罗亚牧师送给上官受洗的礼物 八截没穿鞋 司马良赤着脚 我们靠近了捆扎木发的人 十几个石器团的士兵 沿着胡同像蚂蚁一样 往河堤上搬运着一根根沉重的松木 大街上霹雳喀啦响 司马廷的跳望台正在遭劫 孙不炎是这伙士兵的手里 他指挥着他们 把松木杆子一根挨着一根排起来 然后用粗大的铁鞠子连接 村里手艺最高的木匠 孙龙大爷担当着他们的技术指导 哑巴正对孙龙大爷发脾气 像一头暴怒的大猩猩 狂叫着嘴里喷出一群群唾沫心子 孙龙大爷笔直立正 双手弓顺的下垂 右手捏着一颗铁袖子 左手操着一把斧头 他的两个布满疤痕的膝盖 紧紧的挤在一起 两条青筋凸现的小腿 像木棍一样直 两只大脚上套着一双木头鞋 这双木鞋 是他受了马罗亚牧师的启发 自己动手用枣木雕刻的 刻鞋用的枣木 是他雕刻耶稣时 结下来的下脚料 这时 一个骑自行车 背伯克枪的卫兵 沿着胡同窜过来 他织好车子 弓着腰爬上来 他的一只脚 陷到低半腰的老鼠洞里 拔出脚来时 从那个脚窟窿里涌出了浑浊的水 司马良告诉我说 看吧 就要绝口了 那位兵也大叫着 危险 这里有个洞 石区团的士兵一阵慌乱 都停了手中的活 胆怯地看着那个冒水的洞 哑巴的脸上出现了少见的慌乱表情 他看看河面 河水浩浩荡荡 高过村子里最高的房井 他抽下腰里的免刀扔在河堤上 匆匆脱下上衣和裤子 只穿着一条像用铁皮剪成的坚硬短裤 然后对着士兵们高声咋呼着 士兵们像一群肉食鸡 痴呆呆地望着他 一个生着粗眉毛的士兵提高嗓门问 你要我们什么 要我们下河吗 哑巴冲到他面前 抓住他的领口往下一扯 几颗黑色的塑料纽扣便挣脱了 哑巴在情急之中 竟然喊出了一个清晰的字眼 拖 孙龙大爷看看堤上的窟窿和河水中的漩涡说 老总啊 这是个低老鼠钻成的透眼 里边的窟窿比水缸还要大 你的头要大家脱衣服 他要下去堵漏 老总们脱吧 再拖延一会儿就没救了 孙龙大爷把他那件补丁家翱也脱下来 扔在哑巴面前 士兵们急忙脱衣服 有一个小兵只脱了挂子 还穿着那条裤子 哑巴愤怒的再次吼出了那个清楚的字眼脱 狗急了跳墙 猫急了上树 兔子急了咬人 哑巴急了说话 他不停的吼着 好像突击队在巩固战果 小兵可怜巴巴的说 班长 我没穿裤衫 哑巴剪起眼刀放在小兵脖子上 用刀背蹭了两下 小兵面如土色 哭咧咧的说 爷爷 我脱 我脱还不成吗 他弯腰 匆匆忙忙解开裹腿 把裤子脱下来 露出了白色的臀部 和出生毛雨的小公鸡 他羞涩的捂着他 哑巴刚要逼迫卫兵脱衣 那人却跑下河堤 片腿上了自行车 身体左右摇晃了几下 车子便箭一般的窜出去 他一路喊叫着 绝口了 绝口了 哑巴把衣服堆在一起 用绑腿布层层捆扎 孙龙大爷推倒低下一架扁斗 把藤蔓和篱笆踩成一个团 几个士兵帮着他 把藤蔓脱上河堤 哑巴抱起衣服团 正要往河里跳 孙龙大爷用手指指 水面上那个窝 然后从他的家事箱里 摸出了一个扁平的绿玻璃瓶子 拔出瓶子 酒香扑鼻 哑巴接过酒瓶 一氧搏灌了 他伸出大拇指 对孙龙大爷晃晃 大声说 托 这个托字与好字同意 堤上的人都给予了正确理解 哑巴抱起衣裳包 纵身跃入河中 河水晃荡着沿着堤边往外溢 堤外那个漏水的窟窿 已经变得像把脖子那么粗 水势凶猛 凌空窜出去 然后直卸进胡同里 胡同里躺成小河 浑浓的河水已经爬到了我家门口 与高悬在村后的蛟龙河相比较 村子里的房屋就像用黄泥捏成的玩具 哑巴一入水就没了影子 在潜下去的地方翻滚着泡沫和杂草 狡猾的海鸥贴着河边飞翔 它们的黑豆般的小眼睛 警觉地盯着哑巴入水的地方 好像在期盼着什么 我清楚地看到了 它们鲜红的嘴巴和全躯的白色肚皮下的黑色脚爪 我们都紧张地盯着水面 一颗黑幽幽的西瓜在水面上打了一个滚 立即消失了 但很快又在前边的河面上出现